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小东西 可以称得上是在2023年非常特别的一款 集合日常和战术双重用途的小EDC手电 来自硬核军警战术厂商的纳利德TA20 这个小玩意乍一看造型挺特别的 怎么这么小的筒子上面还有一个这么大的纸环 这个来自纳利德原厂的F21纸环 其实发布已经有很久了 但是这次和TA20搭配我觉得别有一番趣味 除了那些在战术上的用途 比如说一些特殊的握持姿势以外 我个人觉得对于咱们普通用户来说 意义在于可以更加方便的去拿着这个手电 特别是在手上东西特别多的时候 你直接穿在手指里面就可以进行携带了 当然如果你觉得自己用不上这个纸环的这些功能 也可以卸掉 卸掉之后TA20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16340 EDC手电 一手可握而且整体比较圆滑 日常携带比如装在口袋里面会更方便一些 TA20作为一个使用16340电池供电的小桶 在保留了前代老大哥们 例如TA30系列的这样一种战术设计的外观以外 尽可能的做小了整个桶身 当然我相信便携不是选择TA20的第一要素 那你要说小的16340手电 那比它小的肯定是有非常多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目前这个大小 日常使用是非常甜点的 它不像那些非常极致的小桶 得用手指捏着才能正常的使用 TA20做了一个恰到好处的长度和直径 拿在手里面就是刚刚好的感觉 那既然不用做那么极致的大小 那也得这次在TA20上就火力全开了 把自家各种各样非常有意思的设计都给整上去 除了尾部的两段是弹簧助力开关以外 整个桶头部分是可以旋转的 同时标记有三种模式可供大家选择 之前不老有人说战术手电日常使用不方便 动不动一键高亮一键爆闪这谁受得了 那也得就说这次我给你三个选项随便选择 从左到右分别是战术日常和锁定模式 锁定我相信就不用说了 你直接旋转到这个位置 整个手电筒就会被断电 你不管按什么开关都没用 而且由于是旋转的机构 所以相对来说不容易误触解锁 日常携带直接一转一放就行 战术模式则是为了顺时的高亮和爆闪而生的 没有一个常亮的模式 对于尾部这个质感非常好的金属开关来说 办案就是直接点亮1000牛民的极量档 松开极灭 完全按到底则是直接进入1000牛民的爆闪档位 松开极灭 就是非常纯粹的一套战术逻辑 那有朋友可能会说 谁日常天天战术战术啊 我就是照个路 楼梯间代替那破旧的灯泡 我需要的是常亮常亮常亮 欢迎您选择日常模式 日常模式就跟普通的手电筒比较像了 当然这个办案高亮仍然保留 再找一些东西短暂用一下是非常方便的 完全按下则可进入常亮模式 然后办案进行换档 按照1190和24牛民进行切换 咱也不知道为什么纳利德家的档位 都是这么有零有整的啊 进行切换完之后再次按动则可进入爆闪 虽然把爆闪放进循环 我个人不是非常理解 但是也不是特别不能理解吧 还是能理解一点的 也许是纳利德考虑到 比如说一些需要进行持续灯光闪烁提醒的场合 配合这个爆闪是比较有用的 所以在其他两个模式都没办法设计常亮的爆闪前提下 就只能把它做进了循环 日常使用打开之后默认就是一个高亮 如果需要换档就直接切换就行了 所以实际使用上 我几乎都没有被这个极量给晃到过 在头部 纳利德设计了一个不锈钢的攻击头 整体是哑光的 看起来和统身风格非常搭配 而且头部镶嵌了三颗陶瓷出攻击头 用来进行攻击或者破窗 当然我希望这个功能大家永远都不要用上 为了增加镜片透光率 这次也使用了镀膜玻璃 而不是之前用的那种比较多的PC防冲机的材质 它的镀膜也是非常特别的偏黄色 看起来不错 TA20的出光系统采用的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浅的局面反光杯 搭配欧斯党P9的这个出光方案 虽然有些朋友非常担心P9的这个出光的光色 但是在TA20以上基本上可以放心 我们手上这个几乎没有什么偏色 虽然由于四周攻击头的存在 会有一些光斑不完整的情况 当然我觉得这个对于实际使用来说是没有影响的 在实际使用上 TA20基本上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泛光的出光模式 中部有一个明确的光斑 覆盖了中镜这个日常使用场景下用到最多的距离 不过由于这个光杯的设计 脚压黑的现象略有一点点 但是实际使用不是非常影响 个人认为进行一些日常的家庭照明 一个相对来说近的距离是非常不错的 在供电方面 TA20是采用了一节16340或者Ci123A来进行供电的 虽然16340对于许多朋友来说可能比较陌生 但是没关系 你买的时候它会送你一个原厂800mAh的16340 而且可以使用Type-C直冲 虽然不支持CC线充电 我希望后面升级一下 但是在充电方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的 从没电到完全充满所用的时间 大概是在两个小时 虽然相对来说有点长 但是根据这个充电曲线 我们可以看到一小时10分钟就能充到80% 所以说日常使用补电的情况下 特别是大部分用户几乎都不会用到完全没电 我觉得一个小时就可以搞定了 在这样的方面大家都知道直径体积 肯定是稳不住1000流民的 我们实测开启它的1000流民最高档位 大概在2分30秒左右缓降至420流民 随后就是慢慢的缓降 大概在一小时31分钟的时候 逐渐降低到100流民随后熄灭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续航情况 我个人觉得对于一个1634级的响统来说 还是比较够用的 在发射方面 由于前部采用了旋转双层筒头的设计 所以说整体的发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 头部的温度最高也才有个37度38度 桶身的温度就更低了也就30度出头 所以说日常使用我觉得是非常舒适的 我觉得对于TA20来说 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常使用的小手电桶 整个大小重量特别重量 不带电池只有89克 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再加上它有一个比较酷的设计 整个三模式切换也有更多的可玩性 日常使用临时照一照录 这个续航肯定也是完全够用的 充电就直冲就行了非常方便 不过我希望那里的下一代能给做个直冲 虽然我知道拿出来电池 直接使用Type-C充电也很方便 而且很多朋友不喜欢直冲 觉得影响防水影响美观 胶塞老化等等问题 但是我觉得对于这种电池容量 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小桶 做一个直冲 日常随用随冲 方便的进行一些充电可能会更好 以上就是本期测评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本期视频对流帮助的话 欢迎关注人们宣传视 我们将会带来更多的照明工具测评内容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们的最大鼓励 守光明和GKM 我们下期再见